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鎮魚 今天是2023年9月25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先跟進一下有關JPAS案件的最新發展 證監今天開記招見傳媒 當中有變 說轉態 話說日前有傳媒問到證監會否公佈哪些平台正在申請相關牌照 當時證監說不會公佈 今天有變 是怎樣的情況 若然公佈了名單就可以被市場掌握一下哪些公司正在申請牌照 不過記住不是代表百分之百安全 整個消息如何 跟各位一齊了解 令迷雙JPAS案件基本上 而那些網紅KOL明星不容易脫身 據報有用戶就打算民事訴訟 令迷雙相關的網紅明星最新的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齊講講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提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證監會說現在有四個平台正在申請牌照 強調平台正式獲牌之前 仍然是不受監管 報道的內文提到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AS是涉嫌詐騙事件 引起社會多方面關注 證監會在今早9月25日11時 再次就JPAS事件見傳媒 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表示 證監會將會公布四項優化措施 包括公布正在申請牌照的平台名單 亦會專門針對可疑資產名單 和推出一系列的宣傳活動 提高大眾的防騙意識 加深認識 至於現在申請中的名單中 只有四個 梁鳳儀就說 用途主要用作了解該平台 有否作出虛假的陳述 對於設立牌照的申請過渡期 證監會金融科技組主管王樂欣回應 設立這個過渡期 是因於市場情況 屬於必要的過程 被已經在6月1日 在本港正正在營運的平台及早準備 能夠有合理的時間去調整內部的問題 以符合證監會的法規 證監會早已向業界傳達有關資訊 若平台沒有意識去申請牌照的話 就應該著手以有罪的方式 停止在香港營業 重新大眾需要提高警覺 對於王樂欣重新 JPASS 6月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制度生效過後 沒有與該會申請牌照 亦沒有以有罪的方式結束 所以在8月不點名提醒公眾留意無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但JPASS的宣傳變本加厲 於是在9月13日再點名警告 並立即要求網紅及場內的找換店 是要停止宣傳JPASS 梁鳳怡回應有關監管和發展之間的平衡 表示大眾要認識更多才能夠可以穩步發展 而投資者對平台無法識別 需要提供到受監管的渠道 令到他們能夠受到保護 但不能排除沒有詐騙的出現 但有渠道可供檢視 希望令到投資者安心和放心 並將會加強信息傳播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今早證監會就見記者 咦轉態 因為日前曾經問過證監會否公佈現在哪些平台 申請牌照 當時證監就拒絕回應 言下之意說 若然公佈了哪幾間正在申請 怕誤導公眾以為那幾間是可靠 今天又變 就說會公佈哪幾間公司平台正在申請 不過再次強調未獲牌之前 他們仍然不受監管 另邊雙也說到JPAS的壓情況 因為原來8月時間已經不點名提醒公眾要留意 但到9月13日 JPAS的宣傳變本加厲 即是網紅和KOL一天在勁推 結果在9月13日立即要求網紅和場內斬門店 停止宣傳JPAS 不過據報其後陳怡是沒有遵從的 繼續拍片 罵證監會 證監會 還說證監會上上下下的委員會坐牢 結果陳怡被捕 不過他也相對輕鬆 因為據聞這一刻他應該去了日本旅行 問過警方沒問題 可以出境 令B商臨著也召開記招 說整個過程 不過有關案情一句不回 其他人也說 陸陸陸續續被協助調查 當中也有莊斯敏 特意在馬來西亞回到來 最近這兩天他也有回應過記者的提問 但他就說 最近可能有些黑仔 也不是有些黑仔 因為現在傳媒說莊斯敏是商界的燈神 買哪樣就失去哪樣 買哪樣就失去 買樓、化妝學校、經理人公司等等 這也是趣聞 即是整合莊斯敏過去的投資 包括JPASS都好像倫倫盡象 他自己也說自己是苦主 選手50萬元 事件會有怎樣發展 各界都觀望 沒理由停下 接下來警方會不會再有行動 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也說本地各大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紅磡七人車失控四輪朝天 男司機和三名內地旅客自己爬出來 沒有人受傷 報導機內文提到 紅磡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日9月25日凌晨近4時 有一部掛有中港車牌的七人車 員工主導往洪水方行駛 駛至近愛協對開時突然失控 七人車是翻側四輪朝天 救護人員在接捕到場 車上四人已經自己爬出來 他們沒有受傷 無遂送院 七人車多處損毀 車輪飛脫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現場消息說 車上兩男一女乘客來自瀋陽 乘搭接載的七人車由黃江口岸前往銅鑼灣 當七人車員工主導中線行駛時突然線梯 七人車頓時失控撞向路邊石坡 反彈過後翻側四輪朝天 幸好車上三名女客連同男司機全無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認真嚇死 三名都是內地女客 在黃江訂了七人車想過銅鑼灣 估計去酒店 誰知道在公主那樣撞四輪朝天 結果幸好四人都沒有受傷自己爬出來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馬鞍山烏溪沙碼頭中年男子御力昏迷 送院過後搶救不治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日9月25日早上9時42分 警方接獲幾個報案 講馬鞍山烏溪沙碼頭有一名年五十多歲的男子御力 該名男子被救上岸但昏迷不醒 救護人員將他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 可惜回天佛術 他在10時多被證實死亡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怨死者安息未知那個死因還有待了解 當時這個男人是跳海還是游水 暫時未有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觀塘的工人拉環壓追人工一道南馬路阻行車線 報導幾內文提到 觀塘發生工人追人工的糾紛 今日9月25日早上9點多 約20位工人在韋業街151號對出 拉起寫有無糧僱主有項出無糧出的環壓追討欠身 期間工人擺放的膠欠缺阻礙行車線 並走出馬路以示抗議 韋業街往觀塘方向兩條行車線一道受阻 警員期後到場 向工人了解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若然有漢出無糧出遇到無糧僱主 真的很生氣 最新情況今天在觀塘相關的地段 就是工人追人工的糾紛 雖然曾經一到馬路有警員到場 不過據了解就和工人了解事件 希望能夠萬事以和為貴 最重要是找一個無糧僱主出來 問一問他是否沒有錢 沒有糧出給工人才行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